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哦 你所搭乘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我们来听这首同安格所演唱的热浪 又是一个夏天 气温突然改变 早晨太阳出现 下午云层变脸 老板忙着赚钱 我只想着休闲 一连三个哈欠 混进的水烟 这是一个夏天 简直快到飞点 不必去美容园 热得可以阵连 生意要靠季节 并肩追谁赚钱 万年有钱没钱 你排队去休闲 为了眼前 一对做不完的文件 为了眼前 一个酸不完的终点 不为了深切 过一个阳光的季节 不为了拥有 一张夏天的照片 jet right 清凉的夏天 jet right 冰凉的海边 jet right 冰凉的海边 jet right jet right 冰凉的海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有没有听过亲爱爱乐 是的 我有一次呢 无意之间在YouTube频道里面 看到了亲爱爱乐的这一群 来自部落的孩子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呢 他们走出了世界 走到了世界各地 比方说他们曾经在维也纳呢 参加了音乐的比赛 并且得到了冠军 那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在维也纳的街头 演出的时候的场景 虽然那时候对于亲爱爱乐 是一无所知 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看到这一群 这么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在音乐之中 闪闪发光的样子 我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亲爱爱乐呢 其实是来自于 南投仁爱乡的亲爱村 它是在澳万大森林的深处 那这里面呢 有许多比较来自于 弱势家庭的 或者是经济方面呢 比较不是那么宽裕的一些孩子 那在2006年的时候 王子健老师跟陈佩文老师 这对年轻的夫妻党上山教书 2008年音乐祭会之下呢 就展开了课后的提琴教育 就是小提琴啊 或者我不知道有没有大提琴 待会可以问问他们 就尝试以超越体制的模式 进行了实验性非常强的混龄教学 并且成立了亲爱爱乐的弦乐团 从此之后呢 这些孩子们的命运就被改变了 那他们呢 不但老师教了他们这些很多音乐方面 让他们去上这个音乐班 真的是尽心尽力地在培养这群孩子 并且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 老师同时还教给他们很多的技能 让他们去考了很多的执照啊 所以也就是说 你给他百万家财 不如给他一气再生嘛 那老师们不但在艺术方面啊 提升了孩子们的境界 并且在生活上面加强了孩子们的技能啊 那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这两位老师 王子健老师跟陈佩文老师啊 他们所创立的亲爱爱乐呢 获得了文心奖的金奖 还有特别奖中的艺文人才 培育奖 啊这真是双料得主啊 我真的觉得是实之名归了 而他们即将要推出非常精彩的 完全是自制的音乐剧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呢 邀请到了王子健老师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嗨子健老师你好 嗨主持人好 是我们刚才呢 已经有跟大家稍微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亲爱爱乐的弦乐团啊 麻烦来大概来帮我们补充来说明一下您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的关于亲爱爱乐的一些故事好吗 你说补充天爱爱乐的故事吗 嗯 其实蛮多的 但是大概就是我们陪伴一群孩子成长 那目前的人数大概90人 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 从目前最小的大概一岁多 哇一岁多 对一岁多 这个是最头痛的 因为像昨天他才一直撑到一点半半夜 还没睡觉 所以非常累 然后最大的就是 今年刚好已经有大学毕业的孩子 所以大概年龄可能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不挑孩子 所以原则上孩子的组成的 就是他只要愿意进来我们都带 所以孩子的状态来说 大概就是很多人以为选过 然后所以变成一个很 音乐拉得不错的乐团 其实不是 是就是反正进来都要拉起 那所以变成是说有学长的孩子也在里面 所以就大家一同成长这样子 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而且我还听说因为有一些孩子在台南念大学 或者是他们就是继续在就读 老师还帮他们买了个房子 然后让他们都可以住在里面 实际住行一切自己来互相帮助 就是为了他们可以免除后顾之忧 我的天哪 这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太感人了 是就是台南那边也比较特别 我们应该是全台湾唯一还要自己煮饭 然后带便当到学校的大学生 我们因为台南我们念台南艺术大学的孩子 今年已经高达25位 哇 对25位我们那时候评估过 每个孩子都缴那个学校的住宿费的话 那个因为他们是念七年 他们音乐系念七年 所以评估下来会花很多钱 所以干脆就买个房子 然后让他们自己煮中餐 首先三餐都自己煮 然后再带便当到学校去这样 所以要节省一点 这个也是蛮比较特别的 但是也可以训练孩子的规划能力 对 就是在这么多年来 就是你们做这件事情也获得了台湾好多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们的认同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身边有一些很很动人的天使 其实一直都在支持着你们 这也是你们可能是你们所得到的来自于社会的一些力量 或者是一些勇气的来源 那像我这次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演出 其实也是你们的一位忠实支持的铁粉 他们自己开了一个豆花店 然后他特别送了一些豆花来我们这里 跟我们述说你们的故事 而且他可能买了很多票 他说要请我看 所以我就说 哇 我了解了整个故事之后 我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我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好像应该要来访问一下我们指剑老师来聊聊这出戏 好不好 这出音乐剧很特别 因为全部都是由大孩子小孩子 他们大家携手一起制作的 对不对 对 我们从故事的发想 就是整个编剧 然后编完剧之后开始作曲 那整个的过程都是由孩子们一起 一起来发想的 这个算比较特别 我们乐团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们让孩子作曲 这件事情是比较不一样 就是在台湾的音乐圈里面比较不同的一个做法 对 所以大略上是这样 对 虽然说他们也许不是非常成熟 或者是非常专业的作曲家 可是我听过也去搜集了很多资料 我发现只要是走进了表演场之后听到了孩子们的音符 奏起的音符的时候 很多大人都感动到热泪盈眶 所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拉瓦的彩虹桥 我有念错吗 是拉瓦吗 是拉瓦没错 拉瓦的彩虹桥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故事以及他的一些演出的讯息好吗 OK 故事大纲其实蛮简单 大概就一般童话故事的一个类型 那就是拉瓦他跟奶奶相依为命 但奶奶生病 但拉瓦想要去救这个奶奶 所以就展开了一连串的一个冒险的过程 去要得到一个解救奶奶的一个解药 那当然结局我们就不剧透 那过程中大概就是一关一关的去突破 每一关都缓缓相扣 但是这个故事当然是有另外的含义 那我倒是觉得曲子的部分可以让大家来听一下 我觉得孩子的成熟度非常的高 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写曲子 有点像从小就写作文 所以一直在写的状态下蛮成熟的 那在整个的剧里面有几个比较特别的 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 就是说里面有一首我们用乐器去模仿很多动物的声音 那这个之前有听过的人就说 这个媲美那个动物狂欢节的这个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倒是非常的特别 然后再来有之前有听过的有分享过说 这个已经就是跟那个90浪就是宫崎骏的音乐 比较起来我们的音乐的画面感 完全跟宫崎骏的这个音乐的模式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说你光听音乐就已经有画面了 所以我们的画面感非常的强烈 然后另外我们为了这个拉瓦创作了一个鼓调 这个鼓调听过的人都会很惊艳 因为它非常的干净 那几乎是可以唱到新坎里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经验的地方 包括我们会在黑暗中做演奏 就是没有光的 有几个桥段是没有光的状态下 然后来拉走 它的默契要非常的高 那这个是针对孩子在来听 就是做音乐教育的部分 可以让他们学习 那另外大人的部分来看这个剧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认为可能奶奶生命了 那我们要救奶奶 但是有时候奶奶真的需要你救她吗 还是她是要陪她 这个是另外一个人生的意涵 然后在你一路在寻找解药的过程中 朋友都在帮你 那她是在帮你 但是是真的在帮你吗 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你人生中的需要吗 那你在盲目的追求的过程中 你失去了什么 所以这个也是这一出剧里面 是亲子剧里面可以去讨论的东西 是 蛮特别 听起来它是很适合合家观赏的一出音乐剧 对不对 对 都听完大人跟小孩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收获 对 收获会不一样 那子剑老师 最后请跟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北部的听众为主 北部听众就比较容易听到我们的节目嘛 那以北部来讲的话 目前是不是还有这个桃园厂跟台北厂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厂次 以及售票的讯息好吗 OK 桃园厂在桃园的展演中心 是7月30号的晚上 那购票一样在两 对在两庭院上面 然后台北还有另外一个厂次 是8月6号跟7号 那礼拜六是 8月6号礼拜六是晚上 8月7号是下午 在这个台湾议许中心 就是那个士林区 文林路那边 那个议许中心 台北北部的部分地方 大概就是这两个厂次 这两个厂次 OK 好的 好的 那他的这个票应该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对不对 非常的多 哎呦非常多 怎么可以有非常多呢 大家赶快带着您家的孩子 然后大家一起进场 来欣赏这样一出非常特别的 完全由我们台湾的孩子 自己所创作出来的一个非常动人的音乐剧 让大家在沉浸在这个音乐剧的故事里面 有机会可以面对自己的心灵 展开一段在音乐陪伴中的心灵对话 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子剑老师 谢谢您抽空 与我们连线把亲爱爱乐弦乐团 即将要在北部远处的讯息 跟大家分享哦 请大家赶快踊跃 购票入场欣赏 一定不会失望的 谢谢你子剑老师 谢谢 好的 我们现在就来听 由亲爱爱爱乐他们自己所创作的这一首乐曲 叫做彩虹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是不是真的挺好听的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呀 又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 而且很期待 每个月啊 听歌听故事的单元 我们的特别来宾 资深乐评人 叶云平 云平老师 哈喽云平老师 哈喽 曼菊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有够热吧 是 这几天都超热 真的超级热的 对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进行的这个单元呢 他是一个温暖又热情的人 我真的很喜欢他 我看到你今天要来谈谈他 我真的很兴奋耶 第三十三届金局奖 特别贡献奖 陈富敏老师的特辑 是 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上个月 其实也是在做金曲奖的一个 算是日文单的介绍 然后我又想起来 其实再往前一点 其实我们也做过 邱晨老师的特辑 因为他今年三月过世嘛 但是那时候做特辑的时候 并不晓得 他其实也是 今年金曲奖的 特别贡献奖的得主 因为今年特别贡献奖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我还以为你知道耶 所以才 那个时候做特辑的时候 并不知道 还不知道 对 这么巧耶 很巧合 然后刚好今年有两位得主 那一位是邱晨老师 另外一位就是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陈富敏老师 所以我就想说 那既然做过 邱晨老师的介绍 那也必须要做一下 陈富敏老师的介绍 真的必须 没错 对 好的 以前我在那个 丰华 我在丰华 帮忙填词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常常跟陈富敏老师联络 真的很爱他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大哥哥 好 我们先赶快来听一下 其实我最近 就是看了这些资料 我才发现说 陈富敏老师 他其实在1982年的时候 他们就组了一个团 叫做印象合唱团 对不对 没错 其实今天要介绍 陈富敏老师 为什么要得 为什么会得到 这个特殊贡献 其实真的是 他真的是在 70年代 80年代 或之后的 整个的 年来的华语歌坛 他真的有 真的有很特殊 很伟大的贡献 也包括他 从他的资历 非常的完整 他等于从 乐手 这种伴奏乐手 一直到 创作者 一直到制作人 然后进入到 企划 然后自己成立 唱片公司 然后挖掘新人 做整个 唱片公司的管理 他等于把唱片圈的 大部分的工作岗位 其实都走了一遍 经历过了 对对 而且在每一个位置上 都有很特殊 很好的表现 所以我们大概今天 就会从他 大概在每一个位置上 去选他一些代表的作品 来跟大家介绍 那所以其实第一首歌 像曼娇老师提到的 在1982年的时候 陈父母老师 其实就跟另外两位 其实也是华与乐团 这样结束的人物 包括翁笑良 跟曹俊宏 他们三个人 就组成了一个合唱团 有乐 其实就是叫做 印象合唱团 因为他们三个人 其实都是从那种 以前在美军俱乐部 或在各大演种会的 伴奏乐手 起家 所以其实三个人 都有很好的 演奏的功力 然后呢 这个印象和唱团 也很有趣 就变成是 他们三个人 既自己演奏乐器 也自己去唱歌 然后做歌 有人说有点像 台湾的BGs 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 要听的第一首歌 其实就是陈父母老师 他其实最早 他从伴奏乐手 过渡到自己组乐团 然后发表自己作品的 印象和唱团 这个时期 对 我们要听到的是 1983年印象和唱团的 《摆开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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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吗 就是当年我在帮阿芳啊 做这个专辑的时候 我常常有机会 坐在那个 陈富敏老师的车上 然后我觉得 他是一个让人非常安心的人 我就会开始一上车 我平常不讲话的人 就会开始皮尔巴拉 一直跟他讲 我多焦虑啊 我不知道怎么做歌啊 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在那里倾听 并且很温和的 给我一些意见 安抚我这个很紧张的心灵 所以我一直都 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然后说真的 我那时候只知道他很重要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 他这么多这些作品 原来都是他的创作 是因为像这首 快乐天堂 其实大概很多 这个老朋友老听众 其实都很 都认得这首歌 但是大家对这首歌 比较有印象 当然也是 这是滚石当年成名的 代表作之一 而且是动员了 当时滚石的 一些最重要的歌手 包括我们刚才听到 里面一起合唱的 张爱佳 陈淑化 这个奇遇啊 潘岳云 周华健 黄玉玲等等 十几个人 去合唱这首歌 然后为了这个 原生动物园搬迁 而做的这首歌 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是其实 我想比较 没有太多人会去注意到 这首歌的作曲者 竟然是陈富敏老师 因为在当年 80年代 两大唱片公司 滚石唱片 跟飞碟唱片 可以说是分庭抗议 然后呢 陈富敏老师 通常是会 被大家比较归类在 飞碟那一边的 对 因为跟 陈大利 陈秀南 彭瓜先生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 去做小虎队啊 苏瑞啊等等 苏瑞很多人民群 也是陈富敏老师做的 所以当年竟然 这个滚石的代表作之一 竟然会是 陈富敏老师做去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其实也代表了 虽然在市场上 好像是有 彼此竞争的关系 但其实最早最早的时候 这一些 当时那一批年轻人 就所谓滚石的二毛三毛啊 然后陈富敏老师啊 这些其实他们当年 都是在一起的 包括吴楚楚先生 他们当年都是 在一起做音乐 其实是 是不分彼此 而且大家本来 就是好朋友的 所以这个 对 也是今天 让我来放一下 这个快乐天堂 让大家记得一下 其实这么重要的歌 这么经典的歌 其实也是 陈富敏老师的作品 对 而且我一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 原来这首歌的作曲 是陈富敏老师 因为这首歌 所有的焦点 大概都放在 哇 这些 不得了的 一流的这些 最大牌的 这些歌手的声唱 哇 这集合这么多 好了不起啊 可是可能就比较没有 注意到他的背后的 作词作曲人了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来放到的 这一首歌 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 云敏老师 你选的歌 真的都 深得我心 这一首歌 不得了 它是 作曲家的故事 叫我们 1986年 他的阵容也太坚强了吧 陈富敏 曹俊宏 梁洪志 纽大可 跟陈志远 对 非常有意思 这首歌 因为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说 我们其实 今天大概就会就 陈富敏老师 在音乐圈 唱片圈的各个位置上 的一些 杰出表现 来介绍他 那其实我们从这一开始的 印象和唱团是 陈富敏老师 以乐手 以乐团的身份 然后 快乐天堂 以作曲家 作曲人的身份 来表现 那么 其实到1985年 86年的时候 陈富敏老师 跟其他几个好朋友 也就是 曼玉老师 刚才提到的 这几个名字 他们就从 等于是从 作曲人 制作人 然后又继续的 想要做唱片公司 做工作室 更实际的去 挖掘新的演唱者 或更实际去 参与所谓唱片产业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们其实 这几个好朋友 就在1985年 成立了可登唱片 这家唱片公司 我们 我们等下播了 我们这首歌呢 它其实是一张 一整张专辑 那就等于是 可登唱片的一个 开业座 开业的低炮 也就是代表 由他们这五个 当时其实也在 华语乐团 各有一片 这个作曲 制作天空的 这样子一个 五个杰出的人物 竟然都聚在一起 然后去 大家一起 作词 作曲 演唱 等于是这是一个 其实在现在看来 是一个很特殊的 一张唱片 这种演唱者 跟里面的制作阵容 很难得会有 这个五个制作人 而且是好朋友 一起来出 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这个根本就是 梦幻异品 对不对 是 但是而且 其实最有趣的 然后其实我当年 小时候 我看到这张唱片的时候 我其实最惊讶的是说 陈志源老师 是竟然也要抛头露面了吗 结果其实没有 所有的演唱都只有四个人 都只有四个人 他还是一样坚持不露面 坚持不曝光 他只愿意让他的名义出来而已 对 所以他有唱 但是他没有露出他的身影 对 其实我们这首歌 我们等一下听到我们这首歌 有拍了一个MV 就是画面里面 只有四个好朋友 在那边喝酒聊天演唱 就是没有陈志源老师 所以他不改他的本色 真的 很有性格 我们就来听听 这个是1986年的我们 当你历史在黑暗里 一切的希望离你而去 就在需要的时候 我会出现在你身边 就在相逢的时候 请你 请你握着我 双手 我会出现 我是不会永远那么孤寂 我是方为相逢的伴侣 世界不会同时下着雨 也会有阳光照耀在心底 路是不会永远那么孤寂 我是包围相同的伴侣 世界不会同时下着雨 也会有阳光照耀在心底 世界不会同时下着雨 也会有阳光照耀在心底 那也是我以前常常放在嘴边横横唱唱的一首歌 如今想起来都觉得 哇那时候我们这些歌迷 或者说我们这些喜欢国语流行音乐的人 好受宠哦 连这种华丽阵容都会出现 简直真的就像于平老师说的 根本不可能重新再来了 对不对 是而且其实我们听了两三首歌下来 其实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发现 陈富敏老师的作品 其实大概都拥有类似的一个调子 就是永远是正面的温暖的阳光的 它不会太过夸张 但它的旋律都是一种细水长流性 几乎你听过 不会是那种会让你疯狂的 但是它总是就是会留在你心底 然后进水流声这样 就是一直会很俊勇的那个旋律会让你记得 这就跟曼玥老师接触到或者是跟我自己去接触到的陈富敏老师 这个人的性格一样 就是真的是他的人跟作品是非常的相近 对啊 真的没错 就是又既节制又温暖 对不对 是 是 没错 好的 讲到可登唱片 这个就跟吴斯凯有关了吗 是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谈一谈 这个陈富敏老师 他们这几个好朋友成立的这个唱片厂 还有可登唱片 其实可登唱片在80年代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刚才说如果说80代有两大的华语唱片公司滚石跟飞碟以外的话 大概第三重要的就是可登唱片 因为其实包括他挖掘了正义啊 屈幼梁啊 然后甚至他帮刘德华也做过好几张专辑 那对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挖掘到的新人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吴斯凯 那吴斯凯完全是陈富敏老师去那些pop 去听到吴斯凯的演出演奏 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值得培养 就真的就就把他签约下来 然后慢慢的让他培养创作的能力 然后再培养他各方面的能力 然后再出了第一张唱片在1988年 这个爱要怎么说 我想吴斯凯的这个成名作 大家都非常的熟能详 然后包括说后来一些就变成有一些 跟爱字有关的歌都变成吴斯凯的一个招牌歌 像爱要怎么说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你 爱到最高点 那时候激起大家对国籍这件事情 有 没错 对 所以这个很有趣 当然吴斯凯后来也是 成为华月台非常重要的创作人物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其实就是吴斯凯第一张专辑 爱要怎么说 我们就不听这个最红的歌 因为里面有一首歌 特别也是由陈富敏老师作曲的 这首你不是别无选择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 非常好的作曲 OK 好 我们就来听吧 我们就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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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有时候不想做 是怕做 有时候沉默 是不愿附和 这世界原来就有不同的风格 存在着各种生活 你不是便选择 可以有喜欢的生活 你可以追求新鲜的感受 你不是便选择 你所搭乘的是 第一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呢在我们每个月的 听歌听故事单元呢 我们再度邀请到资深乐评人 叶云平 云平老师 那今天呢云平老师 跟我们聊的是 第三十三届金曲奖 特别贡献奖 陈富明特辑 那在今年的金曲奖的 颁奖典礼上面呢 特别从美国飞回来的 王指雷 他上台把这个意义非凡的奖 颁给了陈富明老师 全场非常感动 起立鼓掌 那云平老师 我们今天呢 本来就是要听的 应该就是 王指雷的台北的天空 来先说一下 这个在1985年的这首歌吧 哇 这首歌简直是 不得了 那时候好像每个人都会唱 有没有 这个真的是可以说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然后真的说 那个年代的人 是不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的 因为其实王指雷 陈铭当然 其实他在1980年 其实就已经陈铭了 而且是以一种 很特殊的出道身份 就是说他其实陈铭 是因为他唱了 这个电视台连续剧的主题曲 像包括他 后来唱了非常多 秋水长天 秋水长天 巴黎金堂啊等等的 然后那时候就很 很台湾很流行 这样子的电视剧 然后几乎只要是 找王指雷来唱 几乎歌跟剧都会很红 没错 也就造成了 王指雷变成一个 连续剧主题曲的 专业户 主唱专业户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既定的形象 那加上王指雷 是比较美声派 古典派的唱法 就让王指雷 这个歌手的形象呢 虽然他那时候 还是很年轻 但是就显得 好像有点 有点老气 有点保守那样子的感觉 所以在1985年 那这个王指雷 转到飞碟唱片 去发展的时候呢 那唱片公司 其实就想 有一点点想要摆脱 王指雷 过去的这样子的 一个形象 虽然台北的天空 它仍然是一部 连续剧的主题曲 对 叫做花落春游在 然后但是呢 他们在歌曲 跟歌手的形象上 都做了一个 比较时尚的 比较 而且他们很明显 就是要走向 所谓都会化的 都市化这样的感觉 所以台北天空 这首歌 其实是早早就有 陈富敏老师 做好的曲 但是始终找不到 好的一个 甜词的内容跟作品 所以才找了 当时 其实已经在 苏维的专辑里面 有过很好的表现的 其实并不是 原本音乐圈的 其实是文坛的诗人 陈克华 找他来帮 陈克华诗人 对 找他来帮 王指雷 做这首台北的天空 那果然就是 这么好的词 跟这么好的曲 一出来 那完全就是 既扭转了 王指雷 过去一个 比较保守古典的形象 而且从此就开拓 他另外一片 真的是开拓 他另外一片 而且台北天空歌 我跟后来更延伸到 他实在是太红太红 就跟这个 叶启元的艾比亚加艾牙一样 他延伸到了社会面 或甚至是政治面 或甚至 就可以说 他是台北市的 事哥了吧 真的真的 对台北市 然后无数的 候选人 你大概要 选择市议员 里长 市长 立法委员 大概都 或多或少会选用这首歌 来当做你的 竞选广告主题曲 对 非常有意思 对 可是今天 我们要听到的是 2002年的时候 张青芳所演唱的版本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这首台北的天空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